本土公安飆升全臺未滿十歲 兒童染疫中重症更來到二十一人 家中寶貝一點頭昏腦熱爸媽都很擔心 總統蔡英文在中場會上特別找來 中研院生醫研究員和美鄉 關注兒童醫療 你就戴著口罩 目前全臺灣專攻兒童就醫的綠色通道 有三十六個 但蔡總統特別點到 正式希望數量可以再加開 和美鄉提出綜合免疫力新概念 有一種免疫力叫做綜合免疫力 綜合免疫力就是疫苗施打 再加上感染 他的免疫效果特別好 抗體也特別高 然後也可以比較持久 COVID-19的疫情不會 不會不見了 總統當場表達認同 更呼籲民眾維持正常生活 和美鄉也預估疫情在七月將會從高峰趨緩 不過冬天還會捲土重來 中常委在會中更直接表達地方抱怨最多的事 從快篩應該多元取得到兒童醫療 還缺哪些地方民怨最多的項目 直接討論 總統更要求黨公職成立關懷小組 直接反應民意 加速解決民怨問題 三人十千五場台北 這麼報道